Hello 大家好 今天来分享三支茶香 第一支是克里安的帝国名茶 这支香水我也讲了很多遍了 前调是偏苦的茶感 苦中带有回甘 这个香感很像喝茶的感觉 一分钟之后转茉莉花茶 带有一点点轻微的花香 没有太多的绿意感 茉莉花茶的香气是非常的线性 浓郁而持久 在茶香里面做的算是比较优秀的 第二支是Villoris的马带茶 这支香水男生女生他都可以穿 前调是绿意感苦中带甜 香气很丰富 是柑橘青草茶叶马带茶的混合版 中调的薰衣草的香气呢 它也不是很重 它只是淡淡的陪衬 每种香料的搭配都是刚刚好 你可以闻到每种味道 但每一个又不是很突出 所以比例搭配的刚刚好 会非常的耐闻 第三支是面具的莫斯克茶 是一支非常重口味的茶香 在前调里面瞬间能够感受到的是 薄荷 胡椒 树莓 茶叶的混合版 一分钟之后转成浓郁的烟熏感 是那种非常干裂的木头 香气会慢慢的转淡 还带有一点轻微的焚香感 这是一支非常有男人味的香水 跟纳斯玛图家的黑色烟草有的一比 是适合30岁以上有阅历 有历练的男生 那尾调很好闻 年轻的女生对这个味道 是一点抗拒力都没有的 帝国名茶 马戴尔茶是男生女生都可以穿 但是俄罗斯茶就比较偏向于男生 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还有什么香水 想要测评 在我的评论区留言吧